第五十六届金马奖 今二三日晚间举行颁奖典礼 本届典礼不设主持人 令颁奖典礼的节奏更为流畅紧凑 星光大到准时在五点半开始 奥斯卡国际大导演 同时也是本届金马主席李安如往常 一般露出谦虚微笑 他穿着简单的黑西装 一个人不乏坚定走完红毯 对于今年金马奖的期许 李安导演表示 他认为金马奖除了最主要的颁发奖项之外 另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 跟国际的电影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 李安透露他这一次邀请了 许多国际上优秀的电影工作者 举办大师奖席 希望能给台湾有志于 电影工作的优秀人才更多的刺激 被问到有什么话要鼓励年轻电影人 李安导演露出温暖微笑 继续拍片 继续努力 认为其实现在也不需要鼓励大家要勇敢 因为他相信我们从来不缺乏 充满热情跟勇气的电影工作者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让电影人可以透过电影尽情传达思想跟感情 继续拍片 9000字幕了心 不幸运 ?". 感谢观看